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各位观众 您现在看到的是 2024年中国足协中国支队 茶山出海杯 咏川国际女足锦标赛 第三比赛日的一场较量 由中国女足对阵越南女足 这个球刚才王爷文 是想插对方左中位的身后 但是传球的机会不是特别好 王爷文拿球之后再敲回来 看看陶嘉丽怎么处理 闪出空灯来了 左脚的直接打门 没有能够完全地把部位吃准 这一下没有能够发伤力 但是这样的尝试应该说是好的 因为在面对越南女足的时候 中国队完全可以通过边路的突击 形成边路船舟 在中间利用自己的升高 利用自己的对抗能力 中国队的局部逼抢 再次形成了球权的转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自己到了进去那大门 这一下王爷文的射门 有点过于发力了 结果把球给打高了 但这个球其实也是源于 中国女足连续地在对方的半场 形成高位的逼抢 包括之前在对方的禁区左侧 形成的围抢 再到对方的几乎是到防守三区的前沿 快到中间的这个部位 形成的围抢 形成球权转换人 在老帅维德忠的带领之下 确实也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先来看一下 永远的后方先生自己拿球没有拿稳 金坤左脚的大门 被对方的中尉张世娇给破坏出了底线 金坤其实在他刚刚在人们的面前 亮相的那个时候 我们对他的记忆就是一批边路快乐 或者说在第一点 争抢对抗上 稍稍的处于劣势 但是呢他会对中国队的持球队员 形成死缠烂打的贴身防守 这一点会让你追踪就很难受 这一次又是中国队的边路传中 王爷们完成的投球公门 王爷们在七月份加盟了 发甲的地中女足之后 在替前赛的表现确实还是不错 李某文上来 右侧继续持球 到进区内把球戳起来 这个球给的不错 结果进区里的投球公门 打在防守球员的身上 进区前沿的一脚补射 再次被挡出来 小角度的射门还是在进区内越南这两次门线前的解围 感觉中国女足距离进球就差之好理 就差这一层窗户纸了 而在这次防守的过程当中呢 越南女足的右中尉 李氏雁梅 也是在碰撞过程当中倒地 这一下李某文的起球非常的漂亮 但是在后点的这次投球公门 张欣的投球啊 确实是有一点不太走运 正好近距离砸在防守球员的身上 王燕文 自己再往前带 向右侧顺 李某文 还是再把球戳起来到后点 这一下有没有小角度的大门 又是被后卫给挡住了 李某文这几次从右侧 打到对方进区内戳后点的传中的效果呢 其实都还是不错的 能够完整地越过对方的门匠 和这三个中后卫 后点呢如何去做处理 是继续向中间去敲 还是选择自己的直接打门 这是一个可以去在赛后值得总结的 吴绳书 跟对两人的加急防守 左脚强行传中 这个球折射过来之后 到了中间 正好是到了袁从的脚下 袁从没有办法起脚射门 对方解围不远 吴绳书的小角度的打门 还是被陈世青心得到 王燕文拿球之后的拜托 这是他的特点 左脚打一脚远射 还是有点着急 当然在久攻不下的局面之下呢 有这样的强烈的破门欲望 和交集的心态 这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其实这样的比赛 确实一方面要磨练战术 另外一方面是要磨练心智 最后这一下 其实拿球之后的横向摆脱 高权 再推给李孟文 最后的商庭博士阶段 中国女徒是否能够扩大 比分领先的优势 吴绎这一下门将 出得非常的冒 非常的凶 但是自己没有能够把球拿住 结果造成了后防线人的混乱 因为这是在解围的时候 把球打进了自己的球门 在山东队内是第一射手 这还是刚才那个进球的过程 高权的传球落点 正好打在对方球门区的前沿 这是一个门将 出来比较难受的位置 而陈世金星呢 又不属于那种身高 非常高的门将 他的身高1.65 所以在这个位置上 抢高空球 再加上有原从的干扰 对于他来讲 其实并没有那么稳 所以他双前把球打出去 结果打到了自己队友的身上 这个时候主台办事 撤向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这样在2024年中国足协 中国支队永川国际女足锦标赛 第三比赛日的比赛当中的 中国女足是以奥比龙的比分 击败了越南女足 这样的话拿到了两场比赛的连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